你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下我家的饮食习惯 在我家只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今天我的家人都比较忙 所以做饭的人物自然落到了我身上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一道菜的盆软蒸许 这道菜是大西基的国菜,生鱼 生鱼有很多种,可能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还有这样子 今天呢,我会做最后一种 这道菜叫生鱼沙拉 这道菜很容易做 需要的配料是 生青椒鱼,椰子,胡萝卜,西红柿,洋葱,黄瓜,柠檬,盐,胡椒粉 首先我们要把所有的蔬菜洗好 然后剥胡萝卜和黄瓜皮 第三步,把黄瓜,洋葱和西红柿 切房块都放在一个碗里 然后把胡萝卜切成四放在大碗里 第四步,为了拿到叶角 把椰子压榨 这个程序很吃力 没有新鲜的叶子的话 可以用罐头叶角 然后把鱼切房块 别太小了 切完以后就放鱼块在碗里 最后加盐,加胡椒粉和柠檬汁 如果你不这么喜欢生鱼的话 能加另外一个柠檬 鱼会慢慢变败了 淋汁之前加椰浆 再好好混合 吃刀菜的分量比较大 而且跟吃刀菜我们经常吃别的东西 比如芋头 芋头的烹饪方法是 足,我家更喜欢公酮增脂 大家连连吃好吃 值得津津有味 谢谢观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